赵卫斯素颜聚参照爆出 他的丸子头和眼镜居然让粉丝狂点赞 最近赵卫斯被媒体拍到与同事们共聚一堂 引发了广泛讨论 尽管大家对他的素颜和休闲装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事实上 这位明星在平凡的时刻展示了他别具一格的一面 当天 赵卫斯素颜聚参照爆出 赵卫斯没有化妆 只是简单的戴了一副眼镜 然后随意扎了一个丸子头 尽管如此 这种貌似简单的打扮 却在粉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 赵卫斯和同事们一同享用烤热晚餐 气氛轻松愉快 他与同事们互相打闹 甚至在饭后一起步行回酒店时 赵卫斯依旧保持轻松的状态 脸上洋溢着笑容 这些照片生动捕捉了他的日常生活片段 与他在荧幕上严肃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网友们纷纷对赵卫斯的素颜罩赞不绝口 表示即使素颜也依然充满魅力 有人评论道 赵卫斯的素颜真实毫无挑剔 简单却能吸引目光 这种感觉令人十分羡慕 赵卫斯在那次聚餐中并未刻意装扮 只是选择了舒适的状态 享受与朋友们相聚的时光 他自然流露的亲和力 使他在普通的社交场合中 也能散发出特别的魅力 一位网友调侃道 看来赵卫斯在家也能轻松做个素颜的普通人啊 真实羡慕他如何把素颜这个词玩得这么出彩 在聚餐时享受的欢乐时光 并非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难得场合 在聚餐的场景中 赵卫斯与同事们的互动异常愉悦且轻松 大家楼坐在烤肉摊前 手中夹着各色美食 尽情交谈 赵卫斯与同事们一边品尝美味 一边轻松聊天 展现出一种放松的氛围 晚餐结束后 大家一同步行回酒店 赵卫斯和同事们的欢笑声 充盈整条街道 成为了众人热议的话题 赵卫斯与同事们的关系 显得非常和谐 他们在饭桌上没有明星 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感 而是彼此真正的朋友 这个场面展示了明星生活 更为真实的一面 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好奇和讨论 有人评论说 这样平常的朋友聚会实在太少尽了 明星也有这样轻松的时刻 让人觉得格外亲切 还有人开玩笑说 看来赵卫斯在聚会上真是尽情享乐 笑得那么开心 难道是烤肉太美味了 这种调侃反映了网友们对明星生活的好奇与期待 仿佛空尽了一位普通人的日常 学习赵卫斯轻松的时尚创搭技巧 赵卫斯在这次聚餐中选择了非常简约的服装 搭配了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 再加上一副眼镜和随意扎起的丸子头 尽管这样的穿搭十分朴素 却引起了粉丝们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纷纷表示 他这种随性自然的风格实在是很值得借鉴的 网友们纷纷赞扬 赵卫斯的服装搭配非常有启发性 简约却给人以极大的舒适感 的确 赵卫斯这身衣着看似随意 却精准地展示了他独特的个性和气质 他的穿着不仅舒适 而且非常适合日常的休闲场合 评论区有人分享了自己仿效赵卫斯的穿搭经历 称尝试这种简约风格后效果非常出色 一位网友评论道 我也试着模仿赵卫斯的穿搭 发现这种简约风格既时尚又不容易出错 确实不错 一些有趣的讨论也应这样的穿着风格而展开 有网友开玩笑说 看看赵卫斯这么穿 是不是意味着简单穿搭就可以开玩笑了 那我也得验证一下这个理论 这方调侃展示了大众对明星服装的轻松态度 彰显了他们对时尚多样性的理解 聚餐结束后步行回酒店 明星生活与粉丝期望的交汇 吃饭时 赵卫斯毫无架子 捂着嘴踢牙 还不停说话 他和同事分享生活趣事 笑声不断 店里充满欢乐 大概是美食业人 或者和同事相处愉快 让他忘了自己公众人物的身份 只顾享受快乐时光 吃完饭 大家决定不行回酒店 赵卫斯像个活力小精灵 一路和同事嬉闹 他挥着胳膊又蹦又跳 笑容灿烂 欢快的笑声仿佛有魔力 感染周围人 动作自然流畅 毫不做作 即便穿着宽松运动装 好身材也藏不住 赵卫斯素颜且活力满满的样子 让人看到真实布装的他 在娱乐圈这花花世界 能保持单纯自然 实属不易 他不只是舞台上的大明星 更是生活里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 这次素颜聚餐 让人对赵卫斯了解更深 也更喜欢 他用行动表明 美不只靠外表打扮 内心快乐真实更重要 不管荧幕前还是生活中 赵卫斯都靠独特魅力 赢得大家喜爱 赵卫斯和他的同事们 在聚餐结束后 步行回酒店的情景也被摄录下来 他们荧幕继续聊天 赵卫斯不时地扬起手臂跳跃 显得十分放松 这一画面展示了他生活中的一面 与他在荧幕上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画面引发了网友们对明星日常生活的更多好奇心 一些网友在评论中纷纷发表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见解 有人说道 其实明星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会有这种轻松的时刻 看到赵卫斯如此开心的样子 真的让人感到非常舒心 一些网友也对这种轻松的明星生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明星和普通人一样 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 尽管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亮丽 实际上也有许多平凡的时刻 这番讨论使人们更能深入理解明星生活中的平凡之处 与此同时 还有网友调侃说 看见赵卫斯如此开心的回到酒店 真让人怀疑明星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轻松的多 这种调侃折射出大家对明星生活的好奇与幻想 评论区网友们的讨论 从素颜到姐妹之情 赵卫斯与同事们的聚餐 不仅引起了大家对他素颜外貌的讨论 也激起了大家对他与朋友们关系的关注 许多网友在评论中表达了对赵卫斯与他朋友们之间情感的羡慕 认为这种友情非常宝贵 有位网友在评论中提到 赵卫斯和他的同事们如此欢乐的聚会 真是令人羡慕 感觉他的朋友们都特别好 这类评论不仅表达了网友们对明星思生活的向往 还体现了大家对友谊的珍惜 一些网友发表了对明星朋友圈的看法 明星也像普通人一样 需要朋友 看到赵卫斯和他的朋友们如此欢乐 真的让人感受到明星生活中的许多平凡之处 这类讨论加深了大家对明星社交生活的理解 一些网友在评论中开玩笑说 看到赵卫斯和他的朋友们这么快乐 是不是要跟着他们学习生活方式了 这主意真是太棒了 这种调侃反映了人们对明星生活的轻松看法 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明星生活真实与虚构的概括存在争议 赵卫斯素颜参加聚餐的照片 展现了他生活中一个极其普通但又真实的瞬间 虽然这种照片展示了与荧幕上不同的一面 但也引发了关于明星生活真实性的讨论 一些网友对这些照片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是其未了解明星生活的一个途径 然而也有人对这种关注表示了不满 认为这种关注实际上是对明星个人隐私的侵犯 讨论的核心集中在明星生活的真实性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问题上 有评论者表示明星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隐私 而不是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过分关注 这种观点激起了对明星隐私权的讨论 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明星生活中真实与虚构部分的思考 还有网友对此持不同观点 戏谑道明星的生活被如此曝光 难道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吗 大家喜欢观看这些内容也属正常现象 这种戏谑展示了人们对明星生活的多样看法 也使讨论更加丰富多彩 这次讨论不仅仅是关于赵瑞思素严聚餐的讨论 更是对明星生活真实性的深刻探讨 无论你是期待看到明星平凡的一面 还是对这些照片的曝光持保留态度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积极参与这场关于明星生活的讨论